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日本政府编列于2022年度 第二次补充预算案中的半导体援助对策概要内容曝光 日经新闻日前报道 日本政府将拨款约3500亿日元折合23.8亿美元 用于日美合作的下一代晶片研究中心 这将与美国在日本当地的合作完成 此外,日本政府的补充预算案中 还将包括用于先进制程晶片生产的4500亿日元预算 以及用于确保半导体材料供应的3700亿日元预算 根据相关消息,日美将携手在今年内 将这些合作研究中心在年底前建立 日美合作公司目标希望暂时在2025年至2029年的 2020年代后半段,即2025年之后 拥有研发与量产2奈米级以下的先进制程晶片的量产能力 虽然涉及的公司和大学不祥 但据了解,日本政府公布参与该计划的日本企业名单等细节 有来自日本和美国等企业 目前已知东京大学产业技术总和研究所 比化学研究所将加入 有东京大学国立先进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支援 另外据报道,日本将和欧美企业研究机关合作 而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之前访美 确认合作的IBM也可能将加入 日本两奈米先进晶片制造研究中心 日本之所以主动开发自己的先进晶片 而不是与台积电等败股公司签订合同来制造晶片 意图是振兴半导体产业 时至今日,只有凯霞在日本本土生产前沿记忆体的晶片 而日本希望在未来几年改变这一点 其已经通过是补贴凯霞和西部数据 美光和台积电等制造商在该国建厂 然而,日本公司已经等不及了 日本富士通执行长11月上旬宣布 富士通将自行设计2奈米的先进晶片 并打算委托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带为生产 富士通目标最快在2026年完成设计搭载该晶片的 2奈米制程节能中央处理器CPU 台积电目前计划在2025年量产2奈米的晶片 该公司的先进制程技术蓝图 目前指公开制2奈米 而对手三星电子日前已宣布将于2027年量产1.4奈米晶片 另外,英特尔也透露 自认为相当于1.8奈米的英特尔18奈米测试晶片 将于今年底前试产 近日,英特尔公布了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 在财报中,英特尔正式披露了其制程工艺的最新进展 英特尔4工艺正在推进量产 预计在第四季度随Median Lake处理器的生产过程流片 英特尔3工艺仍在按计划推进 英特尔3和英特尔4是首批采用 EUV及磁外曝光技术的制程节点 在电晶体的每瓦效能和运算密度方面将实现重大提升 最先进Intel 20奈米和18奈米 第一批内部测试晶片已流片 正在为一家主要的潜在代工客户 在晶圆厂中进行内部测试晶片的生产 对于熟悉半导体行业的观众可能都知道 Intel 20奈米工艺大致处于业界2奈米的水平 而其他两家业界先进的晶片制造厂商 三星和台积电目前的焦点 还放在3奈米工艺 2奈米工艺还没有明显的进展 比如三星只是公布了2奈米的一些技术方案 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 甚至之前传出有延期推迟的消息 而此时英特尔公布了 Intel 20奈米第一批内部测试晶片已流片的消息 无疑会对其他两家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英特尔能靠Intel 20奈米工艺 重回晶片制造的霸主地位吗 虽然Intel 20奈米工艺资认为 大致处于业界2奈米的水平 但目前业界认为 即使都是同一个技术节点 例如都是2奈米工艺 不同厂商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而且英特尔的工艺特点 与其他两家又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将Intel 20奈米直接理解成2奈米工艺 还是很不准确的 实际上台积电在今年6月份正式公布2奈米工艺 并透露了一些技术细节 相比3奈米工艺 在相同功耗下 2奈米速度快10%至15% 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25%至30%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2奈米工艺的进展很顺利 甚至超过预期 不过他们现在的计划 依然是2025年量产 没打算提前 目前其他两家的2奈米工艺 还没有明显的进展 不过还是可以结合工艺路线图等资料 进行粗略推算 在2奈米电晶体密度方面 三星2GAE小于Intel 20奈米 台积电N2小于Intel 18奈米 但大于Intel 20奈米 效能方面 三星2GAE小于台积电N2 两者又都小于Intel 20奈米与Intel 18奈米 PPA方面 三星2GAE小于台积电N2 两者又都小于Intel 20奈米与Intel 18奈米 这里的PPA指的是 performance效能 power功耗 area尺寸 三者的缩写是对晶片制造工艺 综合表现的一种评价 Intel 20奈米工艺 尽管已经开始了内部测试流片 但距离全面量产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Intel 20奈米能否逆袭 一方面要看Intel 20奈米的量产时间 另一方面要看台积电和三星2奈米工艺的量产时间 不过目前看来Intel的进度还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就算假定Intel 20奈米如期发表 并基于此假定进行分析 根据目前的消息 Intel 20奈米工艺预计2024年量产 而台积电和三星的2奈米工艺量产预计在2025年 所以在2024年 Intel 20奈米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3GAP和台积电N3E或者N3P 如果是这样的局势 Intel 20奈米工艺相较于其他两家三奈米工艺几乎是完胜的 三奈米对比两奈米的电晶体密度方面 效能方面 PPA方面 三星3GAP小于台积电N3E与N3P 而它们又都小于Intel 20奈米 Intel 20奈米虽然只是内部测试晶片以流片 但相较其他两家的2奈米工艺进展还是比较快的 但能否落实量产仍然存疑 在2奈米这个技术节点 台积电和英特尔都是首次使用新的电晶体结构 英特尔为RibbonFET 台积电为NinoSheet 因此理论上向较上代工艺会有较大的提升 如果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都如期发表 不提前的话 那么Intel 20奈米看起来确实要领先 结合从日美联手建立2奈米先进晶片制造研究中心 可以看出全球2奈米竞争已经开始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